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普罗政治 文星起義 文星起義 MyRadio 2015 好朋友 到了廣告時間 今次的廣告是 MyRadio 全方位網台製作的課程 事實上這個課程已經運用了很久 幾年 一兩年前 我們在街上都會遇到很多朋友 問我們會不會開一些 關於DJ 或訓練的課程 這個運用的時間 過了那麼久的原因 是因為遇到很多延遙因素 例如雨傘革命 或者一些國外問題 但我們發覺因為觀眾的要求 相當強烈 所以我們都決定在今年的 2015年6月5日 會開始這個課程 這個課程有幾位導師 包括我自己 包括旭文和陳凱琦 事實上 我自己或者旭文和陳凱琦 都在廣告界 有相當長時間的經驗 我自己會負責 講一些有關網台製作 或者管理的一些課程 其他兩位 會訓練你關於 在表述和聲線的運用方面 總括來說 其實這個課程 是相當深入的 課程的時間 是有十二課 這個數目 包括我講三四課 中文講四課 和陳凱琦講四課 完成課程 最重要的是 大家會得到一個實習的時間 這個實習的時間 是在MyRadio裏面 我們會提供一些技術的支援 和錄音室給大家 去嘗試去做一些 你們作為一個訓練 和我們評估你的一些節目 完成了這個課程之後 其實如果那個進度 或者這個表現 是理想的話 我們會嘗試提供一些空間 或者是一些時段 給你們去做一些節目 就算你如果不想在MyRadio裏面 去做一些節目的話 其實完成這個課程 你們自己都可以去思考一下 究竟做一個網台 或者做一個節目 應該達到一個什麼水平 可以吸引到 比較多的聽眾和觀眾 簡單來說 這個課程 不是純粹為了 給支持Polo 或者MyRadio的朋友去參與 所有想參與 網台節目製作 或者網台節目的幕後 或者技術的支援 課程的朋友 都可以來參加 所以我相信 想參加的朋友 一定相當多 報名 就打 24673088 課程的時間有限 即收生有限 是25人 所以我想 如果大家報讀第一期的話 就盡快報名 多謝 這裡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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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早晨 最後一節的大香港早晨 那這一節又說什麼呢 這次又說什麼呢 這次又是說手提電話的 是嗎 沒錯 那說的是什麼呢 是說沒有手機焦慮症 這個 那很多人 不應該這樣說 美國就剛剛出了一個問卷 去研究到底現代人到底會不會沒有手機會有焦慮症 可能看回視像的朋友 你看到戴亨可能會擔心他會不會有沒有手機焦慮症 因為他經常都會在那裡看著的 問卷分開四個範圍 第一樣就是擔心會有什麼範圍出來 第一樣擔心的可能是不能溝通 第二可能是會跟別人失去聯絡 或者沒有辦法收到一些新訊息 即是不能上Facebook 或者不夠方便 你有沒有這些手機焦慮症 我覺得這些調查也很無聊 這個節目也很嚇唬 我覺得這個調查也很嚇唬 等於以前智能電話還沒那麼Hit 跟著那時候又很流行說什麼 說現代人有網絡依存症 又說要依賴這個網絡 你本來也說奧巴馬經常查著 Blackberry 看email 是呀 還有OP要每天每時每刻玩Whatsapp 那做事 才不算他做事還是什麼 有一樣東西流行 你當然會經常看 然後經常看 然後又說你很依賴那件事 其實是不健康的 被科技控制了你 跟著網上經常有那些圖 那些說每天嘗試放下你的手機 看一看你身邊的人 那些 那些別想買了 那些 我覺得很笨 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笨 我不是經常講那些心靈小故事 珍惜眼前人 心法就不要看手機 不是呀 我覺得很笨 我經常見到那些人覺得很笨 拍一條影片 那些 然後鬼佬就是做了一條影片 是呀 很有名的 他做了一個裝置 在胡椒 斷了Wi-Fi 斷了Wi-Fi 然後大家不能上網 然後就想看看 什麼事 如果整間家人 手機不能上網 那會怎樣呢 變化會怎樣呢 事前就在拍一些人 很抱歉 然後大家顧著看自己的手機 然後沒有Wi-Fi 然後大家終於互相交談 對話 他們的對話就是沒有Wi-Fi 好像他們發電 沒有Wi-Fi 然後大家慢慢慢慢 就越來越融合 然後就在聊天 然後就在聊天 然後就說 沒有上網多好 那你又放一條影片上網 你又放一條影片上網 你不放去KPS租給別人 是呀 你在街頭說 這個故事 你還有街頭劇 在融柱頭 你不然又要上網 很多人看到 那你 白癡 這些 怎樣討論 我經常見到這些 都覺得白癡 就是一有些新的科技出來 一有些新的儀器出來 然後就 搞到社會這樣 慢慢地 跳來流美 這樣 我經常覺得 有些事情會流行 當然是有原因 大家 為何會需求 你需求一件事 不是真的需求 不是真的需求手機 即是你說 喂 你手機 他叫什麼 手機嗎 沒有手機焦慮症 沒有手機焦慮症 那些 那個焦慮 或者那個 依存 不是依存的手機 你試試看手機 沒有東西看 你追求的是資訊 這是人的本能 人為何是萬物之靈 為何人類的社會 可以稱霸地球 就是因為 有知識 大家對知識渴求 知識渴求的資訊 是一個本能 其實那件事是掃諸人的本能 就不是 那些設備 或者是某一件事 如果假設Apple Watch 很熱 然後你又會 沒有Apple Watch 焦慮症 又在說什麼 什麼手錶 依存症 我覺得是很糟糕的 因為第一 看著這隻手錶 會令到五十肩 骨膜炎 之前也有很早 譬如有 有iPod的骨膜炎 因為手指公轉得多 手指公 會整個手指公 也有 現在也沒有這件事 因為大家是 用另一個方法去 鎖你那部機 對 難道你現在叫大家 可不可以放下手上的Game Boy 會不會有些勾 是的 譬如我看了很多東西 總之一有一件事流行 然後就去 鎖那件事 然後 你永遠都有人 購買的 這說法 他做了這些研究出來 接著有什麼延伸 有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的 其實它是好像一些 心理測驗 那樣 它是讓你試一下 到底你平復你自己 你算不算是有這種 沒有手機招累症呢 那樣東西有需要 那樣東西有生活上的需要 然後你沒有了 那你當然會招累的了 你試試 你試試 沒有褲穿 你試試沒有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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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必要的 會不會為了人與人之間 多了幾層隔膜 為什麼你不貼近一點呢 有褲穿 你 我們有拍片 有褲穿的人 如果沒有褲穿的人 如果沒有褲穿的人 會怎樣 初時很焦慮 巧腳 如果一群男女 沒有褲穿的人 會怎樣 這樣會怎樣 這樣就沒有褲穿 這些人 但是永遠都買褲穿 永遠都買褲穿 你即是在網上講這些 我經常覺得分享這些的人 很白癡 即是想放下手機 關顧身邊人 那些 試試放下手機一分鐘 但你不是也是在手機上分享 這個是 譬如明剛才之前的傳承 延往日的說法 最終你 你記得這件事 你記得王誠志 你反而是承認了 大家都是依賴過網 因為最終 你一來只是退一天 二來就是 周圍宣傳給別人 你退一天你會做什麼 只要搞到避難 重陽 要走上山 不如我去旅行 我準備證修 基本上是 你準備定一堆東西 去面臨這個災難 你不可以過正常生活 根本你已經 自己拿一個石頭 踏上自己的腳 當然你還要在網上宣傳 是啊 手機 什麼沒有手機 焦慮症那些 我認識一個朋友 就不會存在這個 沒有手機的焦慮症 只是牛腦 牛腦沒有手機 結果牛腦怎樣呢 牛腦不能夠離開他的Facebook 是 轉化了 轉化了 只不過他是嚴重的 轉化了 他永遠對著電腦 他為什麼不需要手機 因為他根本就不出門 他根本就不出門 你看看你的生活模式的問題 然後 譬如說開手機 譬如我又見到 你剛才說的那些什麼 iPad骨網鍵 iPod iPod 以前會圓圈後轉選歌 是啊 然後我前陣子看到有一篇文 很好笑 又說 iPhone 就是智能手機 又說看智能手機 因為你經常看智能手機 那你的頭就會跌倒 然後對你的頸椎 會造成壓力 然後他寫了一大堆的分析 說人類 其實我們的頭部 比你想像中重 不知多少gram 然後我們的頸很脆弱 如果我們長期跌倒下來 那你就會造成很大的壓力 不要不注意 然後有人留個評論 很好笑 他說 喂 人類自從直立的時候開始 就應該面對這個問題 你不想像中 自從兩腳直立開始 就已經傳到這個問題 這是進化的問題 為什麼你頭那麼冷重 不要站起來 這個世界是直立的人 才會腰骨痛的 你不見有隻狗 那隻前腳 無端吹吹自己的背部 他說這段時間 有些low back pain 沒有這些東西 因為那篇文章也是叫人說 不要花太多時間看手機的照片 傳聖派到一半 然後又有另一個評論 又很好笑 又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 他很好笑 他講台灣的網 他說 你要我看我媽 我媽積冷衣 長年都是摔下來 他就不用手機了 你看什麼東西都摔下他的頭 你看什麼東西不是摔下他的頭 你看書也是摔下他的頭 看星星不是摔下他的頭 你摔下他的腳也摔下他的頭 你摔下他的頭 然後你又跟我說 對 因為人類的頭很重 然後頸其實不應該負荷 有沒有想過放下你的腳幾分鐘 其實是不關他 根本就不關他手機的事 你為什麼摔下他的頭 對不對 你讓你看回那些古畫 那些樣子 拿著那句話 他不會摔下他的頭 你不要聽話 以前叫文化衝擊 現在就是一些數碼衝擊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你講到二、三十年前 你拿一部剝文出門 是很大的衝擊 覺得你塞著耳朵 就是跟世界隔絕 以前的人已經是會感覺到 你在公眾地方 你竟然跟社會隔絕 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你漸漸到今時今日 就已經沒有了這件事 其實找些東西來研究而已 其實很多人 有分別 不是啊 就算沒有鑼文 沒有自行手機 你看一下乘地鐵 很多人 很多人在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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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你嘩嘩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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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人之間已經是比較少溝通的 我覺得是不理會關事的 根本就是人的問題 根本就是人 開始不溝通 是的 有錢了就是這樣 有錢了 你不需要問旁邊借糖借鹽 那個小孩放在旁邊 他也是被迫的 你以為他很喜歡問你 其實也是的 最好的當然是自己一個 但迫於無奈也要互相合作 是的 當然與環境有關係 你與居住的環境 例如屋邨和大廈 有沒有公共空間 這些東西當然是很有關係 但我又覺得經常 我自己不是自然教派的 我不信任這些東西 科技就是這樣 科技進步了 那你的生活就會改變 你朝著 還有我又經常很相信一件事 如果那個科技是令到你的生活變差的話 那個科技是不會普及起上來的 不要說到大型的那些 有些你控制不到核電 你控制不到 又或者它已經出現了一個環境的災害 你才是很厚之厚角 反省這樣很難 但是你說 譬如舉例 生活上的科技 如果你的手機是令到你變得不快樂的話 你不會用的 你不會用的 人不會這樣白癡的 不會做一些令到自己不快樂的 不是的 但是你看看你除了手機 什麼都沒有 你沒有手機 你連手機都沒有 只會你根本你的人生就沒有快樂 你不要經常拿一些例子出來 你看看他除了上網還有什麼 他沒有的 你連上網都 你連上網都沒有 連上網都脫掉了 神經病的 那他就會主張 人與人之間接觸 我們回歸農村的大自然 還要唱歌 讓我把這個想法放上網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神經病的 譬如有些心靈小錦囊 很喜歡做張圖 然後在說 以前在說童真 童年時很快樂 你小時候不會追求要有一個iPhone 你不會追求奢華生活 可能只不過爸爸給一個蘋果 你已經很開心 神經病 以前真的少去日本就買到樓了 你小時候給什麼東西都開心 你試試給他看 他都開心的 都是咬的 他都開心的 只要你拿來講 我覺得這些東西 簡單生活就是好 我又維護這麼說 他在說一個恐懼 萬一電話沒有電 或者沒有的時候 你如果帶來一個過分的焦慮 一個很負面的情緒 譬如你那天沒有帶聊袋 接著就在Facebook 告訴別人 我生日末日了 我只剩下一個人生日我走了 拜拜了 那會不會又太恐懼呢 這樣 那你不知道別人的需要是什麼 可能他看著這件事 就算你不要說看著他 你不要說看著他 嘗試悶會不會找到死 哈哈 悶會不會是足以恐懼的 建一個淋浴室給自己 是啊 那跟著 喂 我真的 你單純地這樣說 你不要理他 你不要說奧巴馬 看著Blackberry 不要說這些東西 你只是說 譬如有一個人沒有了手機 他就很恐慌 沒有電 那你要的手機有什麼重要 不就看看Facebook 看看一些無聊的東西 看一些無聊的東西 你沒得看無聊的東西 你就這麼恐懼 你人生真的很空虛 那人生真的是空虛 你虛他不僵 那也是的 你為什麼要吵架別人 那是假的事嗎 神經病 我去到上班 是啊 但是其實 Emma 你原本不是想說這個話題 其實我想說 我們出了一個投票 就是 停了高鐵 那條隧道 用來做什麼好呢 那麼就有幾個選擇的 第一個就是港共政權失敗紀念館 第二個就是大型浴場 那剛才咪後的構思就好像水上樂園那樣 那一條滑梯就滑到深圳那樣 好長啊 接著呢 政府 屎不開放 是啊 接著的選擇就是政府總部 之後的選擇就我覺得好過政府總部 湘潔你不是A的投票嗎 是啊 未完了 完了嗎 他講得都打算完的 哈哈 他打算入正題了 講手機 是嗎 第四就是骨端音 第五就是小型賽車場 這樣 是啊 就是這樣會不會 不知道 因為譬如手機會不會帶來太大 我自己來說 如果我有手機的褲袋 我就忍不住看 但是原來如果我沒有連結放下了 那我又沒有東西 我又不會達致有這個恐懼的 我又快樂一點 其實我想那個調查所說 其實很多人患有這個沒有手機知悠症 其實都是講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其實普通人 你那天沒有戴手機 其實 但是你不看 或者回到公司才查Facebook 其實都不是一個太重要的東西 就未到說 我一定會很低落 又未到那個程度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習慣 因為我跟我自己的朋友去吃飯的話 我們的規矩是不准碰手機 我們手機是放在桌子中間 然後吃飯的時候不准搞 誰搞就誰請喝東西 那一晚就會是這樣的 我們是會有這樣的東西 我不知道其他人還是我特別奇怪 我要去做這些事 因為我吃飯的時候 我當家人 或者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我們就不准碰手機這件事了 我是不會的 雖然我也不會經常看 但是有些時候是真的有需要看的 例如是 那些人說的話 就是你不想回答嘴 是的 你又沒有 那你想怎樣呢 這樣裝作查 無緣無故找到公民在伊斯蘭角 是的 有時候也不想跟他講話 你也要留一些權利給我 就是說 不是啊 人和人溝通 可以融合 用多些交流的那些 其實人和人之間很多交流都很廢 不代表快樂的嘛 有很多交流都是多了 例如坐下吃飯 不是啊 你來了 我叫你老母 不要再講啦 拍電視劇 不是啊我上班都是這樣 你回來啦 是的 你回來啦 我實在不是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做 其實是因為大家 叫做一群朋友 有特地約一晚 走出來吃飯 那你約出來吃飯 你也是為了見一下大家 是的 那你沒有理由坐下的時候 然後大家又拿回電話 哎呀我們不如WhatsApp繼續談吧 是的 又好像沒什麼位置一樣 是的 我都明白你的意思 我都明白你的意思 我都有遇過這種情況 就是難得很久沒見 大家約出來見的那些 一見就後悔了 哈哈哈哈 果然是沒話談的 難怪只有這麼多年不見 是啊 真的浪費了我一晚 的確是有這種情況的 很焦慮 好啦 那投票呢 湘潔就幫我們評了 那投票結果是什麼呢 那大部分的人呢 都是支持這個骨灰暗的 有35票42.68% 接著就有小型賽車場 我自己是選這個的 那這個就有16票19.51% 接著有港共政權失敗紀念館 13票15.85% 接著大型浴場 最後才是政府中部 這樣的了 OK 好 那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再說一次 開那個六四的地點出來 說一下 如果大家有留意 《2月時報》那個page 或者我們的網站 其實我們就公佈了 我們今年的六四集會 那個18區的地點 開到出來嗎 開到出來就說一下 說一下給大家聽 究竟在哪個地區 這個就是了 那包括有銅鑼灣的維園 還有藍田的啟田商場 清晰一點點 銅鑼灣的維園興法街入口 還有就是藍田啟田村商場對出 觀塘御民坊公園 沙田鐵路站A出口 帶圍鐵路站A出口 全灣全新天地大河道的空地 葵方的葵蔥廣場對出 深水埔的玄州村 太子站B1出口 尖沙咀中樓 還有就是 好 等人 剛才說的那個就是一個路線 其實那個除了是我們其中一個 十八區的集會地點 我們所謂十八區的集會地點 其實就不去十八區 但是就有十八個 然後就有十八個地區 來到也沒有去 剛才日朗說過一堆 其實除了是我們的集會地點之外 也都是我們其中部份的 我們會做一個巴士巡遊的路線 其實當日我們就會是 幾點出車 五點鐘 我們五點鐘就會出車 集會就會早一點開始 我們出車的地點就會在銅鑼灣 維園那裏 我們先在那裏就告訴別人 我們會巡遊 先在支聯會那裏 盡可能先刮走一批人 然後 這麼早去到都堅實 我猜 專門刮走堅實 然後告訴別人 喂 今年這樣搞的 跟著我們來搞 現在全部人追著巴士 對 跟著就 你坐車 或者開車跟著我們後面 然後我們就先過海 我們在銅鑼灣 然後就過了海 就去了南田 然後就在南田 就在九東那邊過去的 就去了觀塘 接著就入沙田 大圍 接著去回葵方 荃灣葵方 荃灣葵方 就出來九西 就去深水埗 太子 最後去到夜晚 終點就大概我們估計 就十點左右 就會回到尖沙咀中流 也就是去年 這個本土六四集會的地點 就作為巡遊的終點 我和毓民就會在巴士 和我們在車隊 就會巡遊這幾點 意思是怎樣做呢 就是說 我們要分布在不同的地點 大家就在 因你自己的方便 便利 就在那裡集會 這樣 這些地點 我們就會有車經過 這樣 我們就會去其中十個點 這樣 是不是十個 應該是 其中十個點 這樣就會跟大家去 就是我們會 到時會做些什麼呢 會有些少許儀式的事情 再講 但是就不止這十個 另外還有幾個點 就因為我們 那個車行不到那麼多地方 也有其他幾個點 都會進行集會 便利住在附近的朋友 可以在那裡集會 我們會有不同的人 不同的主持 不同的議會公民的人 就會在那裡 跟大家一起去做 那個六四的活動 但是那個車就不會經過 那另外幾個點在那裡 麻煩若龍你講一講 就在小西灣的巴士總站 沙基灣站的A3出口 九龍灣牛頭角度 天橋休氣中心 美孚站A出口 第一城站D出口 大學站巴士總站 大埔區站A出口 以及上水的A1出口 是的 這樣 我們就有 就是今年 我們要去公民搞 就會有這十八個集會點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第一 我們認為 當然 一如去年所說 六四個獨臉活動 也不應該被支聯會 所壟斷和獨有 以及我們經常都說 要遍地開花 心間細作 不如今年就真的做 以及我們最主要就是說 其實有人就會說 那你就只是 攤薄支聯會的集會人數 其實是的 只不過我覺得 上年我一個集會 攤薄的人數 攤薄得不夠多 那倒不如開十八個 來分勾他們的人 看看我能夠分多少 我都呼籲大家 譬如有些地方 像屯門 我們沒有開 譬如有些元朗 那不如你們自己又搞 那你們又舉這個 悼念六四的旗號出來 早一點舉出來 原本打算出門口 去圍演那些人 看到這個樓下有 那就不用去 近的嘛 是的 近的嘛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這樣的 即是在不同的區域 就罵著支聯會的人 等人們去不找到支聯會 主要就是這樣的 其他目的來說 你自己解讀 好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了 要補充 沒有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就到此為止 我們今晚要去正時再見 拜拜